每一位年青人 真的要看清楚 自己現在最大的責任就是求學 努力去讀好書 裝備好自己 將來學有所成的時候 能夠為自己的目標 作出一些奮鬥、努力 而不是現在 被街上一些政治的考號 來欺騙 來參與這些 不理性、不和平的行動 甚至是這種罷課事件 在九月初 已經有學生團體發起罷課 在教育界、教育工作者 大家都很擔心 不僅做老師的擔心 家長都很擔心 但面對一些極端的學生組織 發起這些罷課 其實無疑是想再將這些政治事件 再引入到學校 這對我們的同學來說 絕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現在他們提出的罷課 其實就不外乎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離開學校 到他們所謂集會的地方進行一種罷課 這種學校絕對會很清晰 有指引來應對 因為我們說學校 是不容許大家請假罷課 另外一種他們所提出的罷課 不罷學 即是在學校內進行一些罷課行為 可能用圖書館 用學校禮堂 用操場 不上課來罷課 其實這種做法是不應該鼓勵 亦都不應該支持 甚至要反對 大家要知道學校是學習場所 同學回來學習就是上課 不能因為個別同學做這些事 而影響到其他同學學習的機會 其實在七月初的時候 還未完全放暑假的時候 有家長跟我們說 本來的小朋友 其實他不是很積極參加這些活動 亦都不想去參加 但很無奈身邊很多的朋友 很多的同學朋友 來遊說他 甚至跟他說 如果你不參加 不一起去做的話 就是不埋堆 可能甚至會受到他們的排擠 甚至是原意上 亦都有一些侮辱一些欺凌成分 大家要知道中學生 其實還處於一個 還未能夠完全去判斷問題 未能夠全面去判斷 甚至心智也未完全成熟 如果在這個時候 強行將一些政治 將一些政治的理念 強姦在他們身上 甚至灌輸給他們 要他們表態 要他們說出自己的立場 這對我們的同學會造成很大傷害